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面启动 您可能不知道的是 在这个美丽的海岛上 曾发生过一场波澜壮阔的大海战 它就是史上有名的十字门大海战 十字门大海战发生于700多年前的南宋末年 规模十分宏大 今天国宝档案设置组带您走进美丽的横琴岛 探访古代战争留下的遗迹 广东省珠海市的横琴十分美丽 这里气候温和海面平静 在附近的海岸上 可以看到一座两米多高的石碑 在石碑的正面 赫然写着十字门古战场六个红色大字 而在石碑的背面 刻着一篇大约一百多字的文章 大致的内容是 南宋末年 宋元两军在此展开了一场拼死相搏的大战 实称十字门大海战 我们的思绪顿时回到了南宋末年 公元一二七六年正月的一天 南宋首都临安 也就是今天的杭州 刚刚过完春节 城内大处张灯结彩 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然而一个坏消息的传来 打破了临安的宁静 原来援军将领薄言 率领三路人马进攻临安 此时此刻援军已经兵临城下 距离临安不足十五公里 听到消息后 年仅五岁的宋公宗 马上召集群臣上朝 在朝堂上 一位大臣站出来说 援军来势汹汹 唯有投降 方可保敬安民 他的话音刚落 朝堂上马上喧闹起来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这时一位年欲不惑的大臣 站出来反对 这位大臣大义凛然 言语铿锵有力 他就是著名的民族英雄 状元宰相文天祥 文天祥驳斥着这位大臣的观点 他提出只能一和 不能投降 下朝后很多官员选择了逃跑 而文天祥却毅然地留了下来 不仅如此 他还孤身入户学 作为南宋代表前去和援军谈判 到达援军大营后 文天祥说 我们只能接受和谈 不接受投降 我乃大宋状元宰相 于是他将文天祥扣押了下来 那么状元宰相文天祥被扣押后 南宋朝廷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1276年2月的一天深夜 一辆马车悄悄驶向临安城外 车上坐的全是南宋皇室成员 其中有宋度宗的妃子杨淑妃 宋宫宗的哥哥赵氏 以及弟弟赵炳 为不引起援军注意 马车行驶速度十分缓慢 出城很远后 马车才加速向南逃去 到了天亮时分 元军才发现他们已经逃跑 马上派人追击 幸运的是 元军并没有追上 到了1276年6月 南宋皇室成员顺利到达福建福州 这时宋末三杰中的陆秀夫和张世杰 也陆续赶来辅佐南宋皇室 在两人的精心胡佐下 翼王赵氏得推上皇位 这就是宋端宗 赵氏登上皇位后 南宋小朝廷正式建立 为了躲避援军的追击 宋端宗率领四十多万军民到广东一县找出路 公元1277年 南宋小朝廷来到横秦十字门一带 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拥戴 这只铁锅现藏于广东省珠海市博物馆 高15厘米 口径约30厘米 由于年代久远 铁锅表面秀气斑斑 一只耳朵已经断掉 据博物馆专家介绍 这只铁锅出土于珠海市一带 是当年宋军在横秦驻扎时用来做饭的铁锅 而在横秦十字门一带 还发现了很多宋代钱币 这些钱币大多是南宋末年在市场上流通的 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宋军在此驻扎的情景 南宋小朝廷刚刚稳住阵脚 援军将领留身就追了过来 为了抵抗援军 张世杰以十字门为核心展开战略部署 与援军打了一场激烈的海战 史称十字门海战 据专家介绍 在十字门海战中 宋元双方投入的兵力多达五十万 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 1277年11月下旬 留身派出两路大军围攻宋军 在一个暴风雨的早上 援军发动突袭 由于毫无准备 宋军被打得措手不及 张世杰率领的二十多万军队 和一千多艘战船突围而出 想要逃往秀山 也就是今天的虎门避难 不幸的是 这个宋军在这个突围的途中 遇上了强台风 这台风很大 于是这个台风把很多宋军的战船 都掀翻了 宋军宗赵氏呢 也被掀到海里去了 那得救皇帝啊 所以当时著名的将领 七十多岁的江万载 就跳到海里去 去救这个皇帝 皇帝救上来了 江万载呢 却不幸牺牲了 这个江万载的牺牲啊 对于当时的宋军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么文天祥 听到这事情以后呢 也当然感到非常的惋惜 后来文天祥还写了一首诗 来表明自己的志向 这就是著名的过陵丁阳 辛苦遭逢起一惊 干戈料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续 身世浮沉雨打平 惶恐摊头说惶恐 凌丁阳里探凌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去担心赵汉清 其中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去担心赵汉清 这两句是 成为人们争相传颂的名句 如今 宋军将领江万载的突然死亡 让文天祥非常担心 如果此时援军全力发动攻击 后果将不堪设想 得知海军将领江万载死后 刘身率领援军清朝而出 想要消灭南宋小朝廷 那么失去海军将领的南宋军队 还能抵挡得住援军的进攻吗 1277年12月 宋军将领张世杰将军队驻扎在 恒秦十字门一带 援军将领留神听说后 马上率领大军赶来 想在十字门一带彻底消灭宋军 对此宋军上下都感到惊慌失措 没有一个人泰然自若 他就是宋末三杰之一的张世杰 对于张世杰的泰然自若 众将士非常不解 就问张世杰原因 张世杰笑着回答说 我有十万雄兵从天而降 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张世杰是一个很用心的将领 到当地去做调查 调查了气候条件以后 就有如当年诸葛亮借东风 他了解到这里有季风 是西北季风 所以他的军队就抢先占领北岸 那么当时船的动力 他主要靠的是人摇鲁 靠风帆 这样援军的船队呢 他处在逆风的位置 所以风帆使不上 前行的速度就慢下来了 就处在了独立的位置了 部署完军队后 张世杰命员准备大量强攻净��弩 在离援军距离烧远的地方 就放箭射杀援军 由于顺风的原因 宋军的强攻净弩给援军造成了很大伤亡 在今天的广东省珠海市博物馆 还珍藏着大量箭足等兵器 由于年代久远 这些建筑和兵器大部分都已经腐蚀掉 只剩下了短短一节 据专家介绍 在恒秦十字门一带 很多渔民都曾发现建筑 足建十字门大海战的激烈 当时的船是木船 这木船它最怕火 所以张世杰就让人准备了大量的什么的呢 龙皇 火销 这样些毅燃物品 当两军相遇的时候远的时候 他是强攻进奴 当快靠近的时候 他们准备了几个快船 装的都是这些毅燃品 他就把快船给点燃了 这样几只小火船就冲向了第一军的阵营 这样援军的战船队再想散开 那来不及了 所以冲上去之后 引燃了援军的战船 一片火海 由于向南是顺风 火势越来越大 很多援军战船都被点燃 援军战士大多为北方人 大船被引燃后 不少人选择跳入水中 然而由于水性不好 他们大多葬身余父 而张世杰则趁机反攻 一举将援军击溃 取得了一次空前的大胜 十字门海战取得大胜后 宋军士气大震 而被火烧后的刘身 非常愤怒 在12月中旬 他率军猛攻谢女侠 也就是今天的小横秦岛 为了保全实力 张世杰率领宋军向南航行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 官方微博 微信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